去 打包完一袋又一袋装潢及建材垃圾 再利用吊车协助搬运上车 不同于一般家户垃圾 可以直接送往焚化厂装潢废弃物 因为包含纹理土块 细酸盖板等建材 处理上就必须得送往专门分类 装潢废弃物的集散厂 再回去以后他们会分类 分类了以后有的去向开始去哪里 有的可以去焚化炉的 有的可以然后再利用的 他们都是会分类 这些装潢废弃物到了集散厂 会先以此选机初步筛选出铁金属 接着再用人工减实方式 将塑胶管玻璃等非金属类进行回收 最后再用混合物筛选器 将不同体积的物质分门别类 台北大概有十几间的合法的 现在大概都要超过一万 要清运装潢废弃物 必须委托具有废弃物清除许可证的 分类厂处理 由于台北市只有十一间合法处理厂 因此过去也曾出现 货车大排长龙 废弃物装满满却无处可到的情况 也有不肖业者因此动起歪脑筋 比如说拿去清洁队里面丢弃 可是它可能不是那么大量 它可能就是也是用垃圾袋 根本也不会迫在去检查这样的东西 它里面装什么根本也不会知道 过去就曾有过行贿清洁队员的夸张案例 只见一辆货车和垃圾车 屁股对屁股开放给特定业者丢垃圾 甚至还有人更直接将废弃物 再往偏僻山区随便到 若被抓到委托公司航号 也得吃上最高三百万罚款 荷包失血更破坏环境 三星文正强文在新疑台北采访报道